大家好,又是黃牧師在解釋啟示錄 今天我們講到啟示錄第十九章 之前過了很多災難 十七章、十八章 這是巴比倫歐悲、大巴比倫城 今天我會繼續去解釋 巴比倫第十九章 最最後的結局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多一點 我們首先來這裡 這是第十九章 我們可以看到 巴比倫大城是政治經濟的 十七章是不同的 提及的是政治經濟的大巴比倫城 之前是轉去偶像敬拜、奸淫 這是屬於全球的政治經濟中心 或者是全世界都是 當然,那是哪一個城 這是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所以如果一定要說 我們只能夠理解 做一個今天的巴比倫城 我相信你也有看到 《The Tale of the Two Cities》 《The Tale of the Two Cities》 《The Tale of the Two Cities》 就是說 有關兩個城市的傳說 或者有關兩個城市的故事 這個書 也有說到 《耶路撒冷城》 和《巴比倫城》 當然 他不是真的想說這個 不過是說整個政治的世界 政治經濟一起去 敬拜敵基督的 我們現在就會說 第十九章 相對來說 是非常令人感到開心 很振奮人心 經過了 由第六章開始 一直到第十八章 這些客人 說得不好聽 就是客人 但是就是這些 客人的事實 然後第十九章 就會比較開心很多 振奮很多 一開始的時候 天上的各人 就會唱歌 讚美上帝 希伯萊華 就會唱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是英文的版本 哈利路亞 H-A-L 就是希伯萊文的 英文字的譯音 真正的版本 即是讚美耶和華 或是讚美主 是這樣的意思 第十九章 是全新約 哈利路亞 是有提及過的字句 而我們在以下六節 可以看到的 被提及了四次 我先讀一次 第一節 此後 我聽見好象 群眾在天上 大聲說 哈利路亞 然後是 救恩 榮耀 尊貴 權能 都屬於 屬服我們 的神 你看到我 括了一些字 括了就是 他的翻譯 是 沒有翻譯到 或者是補回 就是要讚美耶和華 的意思 哈利路亞 就是要讚美耶和華 的意思 尊貴 尊貴 尊貴是 Honor 但是 和俠本 是不見了的 那字 可能他覺得 也有 榮耀也有權能 那就不用譯尊貴 不好意思 這個譯漏了 好了 然後 所以 他第一個說 此後 此後 是 之前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是自這個 宗教巴比倫 和政治經濟 正經巴比倫 都滅了之後 OK 那 以後 怎樣 以後 就聽到大聲 很多人 和天使 在說 上帝的榮耀 也很可能 包括 為主 殉道 一些 聖徒 第七章 九節 所說 在祭壇下面 那些 人 這個 組別 終於 包括了 所有 得屬 進入 榮耀 的人 OK 他們 歡呼 為什麼 因為魔鬼終於 玩完了 天 大災難的時段 已經進入了尾聲 第三 就是 基督準備 與祂的聖徒 一起回來了 第四 就是 世界的軍隊 就快瓦解 刀劍 將會被改成為 泥爬 而 矛 包括了 槍 就會改成 蓮刀 簡單說 是種植 耕作用 2章4節 終於 快出現 基督 快將會將 千年國度 建立在地上 這些好消息 讓所有人都會大叫 阿門 讚美主 當然 讓大家知道 這裏 這個世界的軍隊 就快瓦解的意思 不是真的瓦解了 其實他還在地上 是很興奉 集中了 全部的軍隊 相信 是在勁打 以色列的這一刻 OK 那麼 對於這個讚美 是 歸 講的是 各位 救恩 榮耀 尊貴 權能 都屬於他 他的原因在下面說 為什麼 第二節 他的審判是真實公義的 因他判斷了乃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 並向淫婦 土 流 人血的罪 他 他們 身冤 OK 留心 這裏 有再出現了 一個字 叫做 伯仁 OK 這樣 記得教會是甚麼 教會是兄弟 或者是弟兄 只是中文翻譯 但是 這個時代 在這個大災難時代就會是伯仁 回到舊約的稱呼 是伯仁 是一個不同的稱呼 其中一個我的伯仁 在舊約有說過 是我的伯仁大衛 所以 上帝是以這種稱呼 是稱呼這些人的 另一個讓我們知道 他轉了稱呼 不是我的兄弟 不是我身約時的稱呼 即是妻子 身婦 這是不同的 第3節 好嗎 還有之前那個 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 還有 她的罪又要申冤 她是說整個十七、十八章的一切審判 當然 又說 哈利路亞 燒淫婦的煙上霧 直到永永遠遠 所以呢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到時候 我們會看到某些地區 或者某些城市 以前叫做城市 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實體的地方 是上升的 根據一些 賀經家 即是哈利路亞的解釋 或者 不是再解釋 應該是她再細心看 原文的成本 聖經講這些 這個 城市 是 全球 她的理解 是可以知道 從聖經裡面看到 就是 全球所有大城市都無焰 OK 就是說 不要以為那些地震 等等 那就是 耶路撒冷 好嗎? 那就是巴比倫 巴比倫城 那就是羅馬城 好嗎? 還是全美國的城 不用爭 歐洲 中東 甚至去到 過了海 去到美國 所有的主要城市 都會無焰 一切 嚴重 因為他們全部到時候 都有份 有份 去 敬拜 這個 淫婦 基督 魔鬼 或者是 你那條龍 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而屬於上帝的人 知道巴比倫 是要 滅 直到永遠 當然啦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城 就是巴比倫城 例如今天 中東 伊拉克 伊朗 那些 巴比倫城 那個城 當然是 滅直到永遠 還要冒煙直到永遠 這個就一定等的了 OK 之前一句又重複了 不過呢 不會有這種 這個宗教政治 巴比倫 的巴比倫 是將人核製或者捆綁的 不會再有 亦都不會 是再有 這個是被 騙 被迷惑 被謊 被原理的方話 或者是 那些叫 似是而非的事實 似是 但實際是非的事實 被迷惑 似是 但是又 其實 不是得了 那些 的說話 被迷惑 那 也不會被那些 自高自大的 儀式 去殺了 OK 那什麼是自高自大的 儀式呢 殺了呢 那其中一種就是 斬頭 我之前說過 戴障藍的時候 其實他們現在都買了很多 他們的意思就是 整個世界的政府 都買了很多這些斬頭的 那 是準備用的 是準備拿出來用的 當然現在 應該暫時不需要用 那 看看最優惠 對先進的 四個國家 會不會先拿出來試試 那盼望就不要試著 OK 去到那時候 第十九章 就不會了 這個 但是呢 巴比倫城的 煙呢 是會繼續 有燃性 就是 孔的程度 是會升到 孔到永遠 就是 繼續有火 不滅的火 繼續燃燃 對 那 好了 我們到第四節 那二十四位長老 與四活物 代表眾聖徒 即是 新約 舊約 在被提之後 我們知道 他都將 頒獎者的 冠冕 紀念 即所謂 到今天終於要被審 有個終結 有個了段 而四活物 在啟示六四章的時候 被認出是 智天使和次天使 亦發出他們的聲勢 去榮耀上帝 他們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跟隨到 幾千年前 相信應該是超過六千年前 想當年 他們是沒有跟隨到 露西法 即是 那個天使長 當時是天使長 現在我們叫做撒旦 而歡呼 感恩 他們沒有一起墮落 因為 時候到了 即是 以上有書十四章十二至十四節 描述很多天使 跟隨了 這個 露西法 反叛這個全能者 即是 上帝 現在 他們終於永遠是安全 不會再有那些 墮落天使去攪搖 而那些墮落天使 則永遠會被罰 當然 之後我們會看到 出來做多一下 接著就 沒有了 好 那 第五節 有聲音從寶座裏出來說 神的眾伯仁 凡敬慰他的無論大小 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對不起 我們的神 那 聲音當然是一位天使在鼓勵所有天上的人和天使 繼續讚美時段 那 他也是 他是天上 就像是喇喇隊隊長 這個是高潮的一刻 是作出一個最重要的鼓勵 第六節 我聽見好象 群眾的聲音 眾水的聲音 大雷的聲音 和說 哈利路亞 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 作王鳥 即是 開始管治了 開始統管了 OK 全天上 也都有 加入 一起唱讚美主上帝作為讚美時念結束的一個 合唱的 或者叫副歌 因為又是合唱又是副歌 兩個字 同一字 那 這些群眾的聲線是響遍天 全天 不是在地上 在天上 OK 那 聲 之多 是似種水 其實呢 之量 是似行淚 為什麼不會呢 其實想想 我去過韓國 有十幾萬信徒一起讚美主的時候 就是這樣 是 連 牆牆 椅子 都震的 是出聲的 即是他不是那個 是暗 暗的那種 聲音 所以 是有的 即是有很巨型的 那個 回音 當然他已經處理了大量的回音 否則真的更吵 OK 就是這樣 何況現在更是你想想 是六千年來 OK 即是上帝重新再整好地球以來 並且放人類下去 以來 即是說阿當夏娃 那 成千上 成千萬上幾億 是不是 幾十億 我想不知幾億 太多人了 的 新約信徒加舊約信徒 再加十二營天使 最少 OK 而且這個也是世紀大討告 願你的國降臨 其實 即是 即是 現實 即是 預 的討告 應驗的那一刻 OK 其實你一直都是被 千萬億人討告了 兩千年已經 耶穌教了我們 教了我們 當然 他不是在教會 其實 我再說多次 不是在教會 是在教 以色列文 是在教 到時候 信主的以色列文 尤其是大災難的以色列文 OK 是 為什麼呢 我們是不會 在地上 求他們降臨的 求上帝 耶穌基督的國降臨的 我們是 反過來 進入耶穌基督 在天上的國 OK 是有點不同 不過 大致上 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 跟耶穌基督一起降臨 的 OK 大家都明白 多些 那麼 這個 教約信徒 都有這個討告 都是類似的 要不然 人們就不會曉得 天國降臨 或者神的國降臨 的時候 當他們說 天國降臨 或者神的國降臨 的時候 他們會問 福興以色列國 就在這時 記得有個門徒嗎 耶穌復活了之後 他就問 哦 你也復活了 福興以色列國 就在這時 他也會問 他們是知道的 有些上帝是會來 去建立地上的國 不過他那一刻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而已 OK 現在終於 即是到那時候 終於被 應驗了 所以 大家都很感嘆 在那裡 好 好 好 叫 哈利路亞 讚美主 讚美全能者 他就開始會統管 第七至八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榮耀歸吸他 因為高揚的婚宴時候到了 辛苦也預備好了 就蒙恩得 穿光明世結白的世麻衣 這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這一段 真是很多人 也很重要 因為他之前說的 是很漂亮很榮耀很榮耀 耶穌尼當然是完美 不過這一段 他之前說了很多事情 讓我們真的要反省 因為這一次 他又再提回我們 首先 在啟示錄裡面 是講過很多 有關 有幾個女人 應該說 有幾個女人 有幾個婦人 或者差點叫淫婦 都是女人 OK 那 那 這幾個女人 有這個 好像馬利亞 是的 我特地選了這幅 真的好像馬利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以色列 之前也說過 就是說 當然 馬利亞這個女子 真的生了耶穌出來 在肉身上面 那 但是呢 在這個 第十一章 他 不是 第 第十一章 時候 他所說的那個 迫伯這個 生了耶穌的那個 女人 就不是說馬利亞本身 馬利亞 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死了 在肉身上面 已經死了 他的靈魂很明顯 因為他在五巡節之後 死的 他很明顯信耶穌 所以 就 得救的 一定上天堂 一定在與主同在 在天上面 OK 所以馬利亞本身 這個女子 在天上面 與基督同在 和其他死了的信同一樣 和其他死了的基督同一樣 那麼 這個 在十一章所說的那個女人 其實是 以色列 記得 因為用女人去描述的 除了女人本身 是用女人去描述的 還可以在原文也好 在英文也好 在歐洲語文也好 希列文也是 希伯來文也是 就是 說的是那個民族 不是那個 未必一定是那個國家 不是一個政治的政權 不是政治的政權 是說的是那個民族 OK 但是 這裡不是說 這個 以色列 那 聖影裡面也有另一個女人 就是相對於這個禁聖傑 以色列文 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 巴比倫大淫婦 巴比倫大淫婦 就是給 被上帝 那個叫做 《Mystery of Babylon》 就是 巴比倫奧婦 奧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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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 那個 是宗教來的 我之前說過 是宗教 所以 所以 你會看到 而最後 他 他滅 之前 他被上帝審 之前 他已經被 敵基督 咬回自己一口 即是敵基督 咬回巴比倫 宗教的 那個 那個 假先知 所 所提出的 宗教 我相信到時候 會是克里斯蘭 克里斯蘭 就是 他到時候 再廣告給全球人 就是把 基督教 和 伊斯蘭教 合併了 現在 已經有 準備好了 伊斯蘭 克里斯蘭的 所謂 經 聖經 不是叫聖經 克里斯蘭經 克里斯蘭經 已經翻譯了 準備好 當然 耶穌 臨下來之前 他已經是 被基督 殺了 在第十八章 我們就看到 第十七章 尾 我們就看到 第十九章 這裡說的 這個 這個 婦人 就不是這個 而 你會看到 這是新婦 是羔羊的 羔羊是誰 我想大家知道 羔羊一直以來 都在說 耶穌基督 代罪羔羊 連中文也有 代罪羔羊這個字 大家明白 是耶穌基督 那 新婦是誰 新婦 其實在很多的章節 在新約裡面 都說了 新婦 是 比如說 《以婦所書》五章 二十二節到三十二節 他在描述著什麼呢 上帝 藉著保羅的口 是 描述了 基督的新婦 是教會 新婦 是一個單數 這個教會 又是一個單數 不是中數 因為中文沒有單數 沒有中數 不會加S OK 不過是單數 所以 是說 全教會的弟兄姊妹 OK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 這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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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祂的新娘 是 再回禮地上之祭 OK 因為 他說什麼呢 留心聽聽聽 是高羊的婚宴 高羊婚取 中文叫做 是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OK 是 羊的 結婚 羊的婚宴 sorry 羊的婚禮 對不起 羊的婚禮 已經來了 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而 她的太太 亦都是 Made herself ready 已經準備好了 OK 即是表示她需要準備 OK 是需要準備 現在準備好 第十九章 已經是 現在準備好了 我們知道 原來教會是 上到上面 還要準備 所以 這裏再一次說了 就是 不會出現 直升機的效應 OK 什麼叫直升機效應呢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是說 耶穌基督就說 我去門原事 在我父家裡有很多住處 在我父家裡有很多住處 我去完事為你們預備地方 我既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所以 必從你那裡去 接到我那裡去 我那裡去在哪裡 當然是 我父家裡 即是天堂 對吧 所以 我們也有其他一章節 例如 哥林多前書15章51節 至53節 貼薩羅尼加前書4章16節 至18節 都是在說被提的 耶穌基督摺走我們的時候 那些 步驟 或者路徑 或者是那個終點 就是 哪個先 哪個先幾秒 還是幾分鐘 我不知道 不過都是眨眼之間 所以 所以 是 上了 但是 他又知道 最後 我們又看到 耶穌基督會再來 是遇到的千萬聖者 千萬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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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天聖徒 是聖徒 聖徒 我們知道 從 新約 我們知道教會是聖徒 所以 所以 不好意思 不是聖彼得 才是聖徒 或者聖約翰 才是聖徒 我們所有 在教 所有 真心相信耶穌基督的 教會人士 都是聖徒 OK 不用在地上的人封 聖徒 聖徒 是上帝所決定的 OK 不是人的決定 因為是天主教搞錯了 當然 他們相信 應該是 大部分 應該是信主的 那些 真的被人封聖 所以我們 在這裏 就會看到 不是 這幅圖 這就是 與耶穌基督 下來 耶穌基督 下來 但我們又上去 究竟是耶穌基督 下來還是上去 是矛盾的 那個方向是錯了 相反的 所以 所以出現了直升機效應 直升機效應 就是這樣 因為結尾是要下 而且耶穌說 使得 我在那裡 你們都在那裡 教會 既然耶穌基督 降臨在地的話 就是結尾在地 唯有先上後下 但是 一起發生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變成 唯有 立即上 立即下 這樣 唯有 閃上去 然後 閃下來 這樣 所以 這個是多餘的 是不合理的 OK 這種方法 變成是 笑 笑 笑上帝的計劃 是 低能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馬大福音25章 已經說了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是會把那些人 地上的人 是好像羊 那樣分的 左手邊那些 就是高羊 sorry 左手邊那些 就是山羊 右手邊那些 就是綿羊 綿羊就入 就入 這個 神的國 山羊就不入神的國 就下去下面 受罰的 這樣 那 變了 喂 不用分左右 你知不知道 一鼻堤那一刻 我們的身體就變了 聖經講 對不對 我們一鼻堤就 就變了 變成耶穌這樣 閃光光了 那盲的都可以看到 還有我們是想的 想了 那 下回來 何必下來呢 你不明白 何必下來 那個位置 還要是 讓耶穌去分 瞎的都可以看到 麻煩男左女右 是吧 要不要你分 是吧 要不要耶穌分 所以 從這裡我們看 其實 你會知道 這個直升機效應的 或者直升機理論的 那個理論 是不合理的 原來基本人的邏輯 都不合理的 所以呢 是 先上後浪 對 不過呢 是 要 這裡再說一次 是要預備好自己 什麼叫做預備好自己 很簡單 你自己預備好了嗎 問大家 你自己預備好了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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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問題就是 看回聖經 記得很多的章節 他都說叫你去 用 很多的方法去多作主供 去 去 去 這個 草木 這個 叫做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個叫做 《哥林多前書》 對 三章 大家可以 記錄下 《哥林多前書》三章 嗯 OK 第七節 現在才揭曉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三章 《哥林多前書》 我看給你看看 《哥林多前書》三章 《哥林多前書》三章 對 第七節 我讀一次 我讀一次 讀下去 讀幾節 可以栽種的 算不得什麼 囂貫的也不算得什麼 只在那 叫他生長的神 OK 簡單說 只有上帝是叫他生長 OK 就是說我們 播種的 即播種的 沒有什麼重要 淋水的也不太重要 唯有 只有上帝 我叫他生長 OK 繼續 《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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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績 證cies不同的 了解 到時候自己的功夫 就連相似 每個人都不同 because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 OK 我當你說時受了聖靈的死之後 你就是與神同工的 因為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記住 耕種的田地 和建造的房屋 不是你所做的在外面的事情 是你自己 但是你做了什麼在這個身上 例如索寧果子、傳福音 或者是做這個 牧羊弟兄姊妹 或者是其他的 例如有很多王冠 之後再講 繼續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 好像一個聰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指示各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上帝耶穌基督已經做了根基 現在問題是我們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大家知道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 和街 在這類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 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什麼有火發現 OK 它會被採訪 它那個根基是怎樣呢 就會用火 用火來被顯露出來 OK 用火來被顯露出來 不是發現 不是discover 是reveal 是顯露 所以怎樣用火顯露呢 大家明白了 之後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 怎樣 人在那根基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它就得上次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OK 火是做什麼的 大家知道 火是來燒的 那它怎樣用火來顯露呢 就是燒一燒一燒 是不是 那些什麼真皮手袋 有些古老的人說 是不是真皮很簡單 用火一燒一燒就知道 不過我知道 真皮燒不著 我知道 不過焦了 是不是 整個真皮手袋 那一部分就焦了 是的 燒不著 所以 所以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就是燒了 燒了 Burned Up 不是Burned 是Burned Up Burned Up 就是燒了 燒了 他就有 他就受虧損 He will suffer loss 是的 這個Loss 是很大的Loss 自己卻要得救 OK He himself will be saved 他自己是得救的 OK 不過呢 他那個工程呢 就燒了 那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了 OK 即是你所做的工作 就沒有了 在地上 工作在哪裡 工作做在哪裡 工作做在哪裡 工作做在自己身上 OK 雖然 雖然 得救 乃是從火裡經過一樣 翻譯不太好 因為呢 英文的翻譯呢 是Through The Flames OK 或者是 如果用回原文呢 sorry 用近原文一點 是叫做 所以 So as by fire Yes So as by fire by fire 或是原文的意思呢 是對的 Through flame 是對的 但是呢 有另一個字 Fire 有另一個翻譯 叫做 火燭 OK 火燭 好像什麼呢 是從火燭裏面被救出來一樣 就是有一個洞洞的 你有一些雞翼味 OK 洞洞的 這樣子 洞洞 或者洛洞的 洞 洞 是一種味道 洞 洞 是一種 榮耀來的 都是一個富的榮耀 即你什麼都沒有 這個意思 洞 都是洞的一種 所以呢 我們這裡看到 我先揭放在那邊 所以我们看到要预备自己,就要上帝去把你火,因为记住,假设你传了福音给很多人,你不是那些人来烧烧的嘛,因为上帝是降临在你身上,他的灵是降临在你身上,所以是跟你一起的嘛 而他刚才刚刚说了,那个... 那个... 在哪里? OK,这里他刚刚说了,是... 没有... 没有... 此过没有一样的能力,就必须因机, 必然显了... 空情... OK,我们首先要问一下,说中什么? 中什么? 消灌什么? 生长的是什么? 不是你的事工生长的嘛 明白吗?不是你的服侍在那里生长的嘛 OK,你好像我以前是做指挥那样,指挥不会... 指挥始终不会生长的,明白吗? 那...所有生长的是那个人嘛 那你做指挥,不就是你在里面做个人去grow 你做招待,那你就在里面去grow 里面去成长,所以那个工作,那个生长 是... 你跟他同工的是什么? 跟他同工的是你自己的那个... 属灵的性格嘛 OK 而且说你们就是... 所建造的火嘛,不是你的事工 就是你所... 神所... 的田地和所建造的火嘛 那...所以... 是我们嘛,就是我们的人... 本身嘛 OK 那...所以... 消灭了,所以很明显我们的... 我们本身... 上到天的时候,就要... 经过 OK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首先,我们了解了什么? 一... 了解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 火 OK 或者叫... 是... 经过这个火烧烧,那一辣 OK 那... 但是... 其实原来...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全人类,你相信不相信都要经过火的了 不过那个问题就是说... 你是圣结的话呢 就是你被耶稣基督洗剩了你的罪的话呢 你变成圣结嘛 的时候呢 被火烧一烧呢 就是你那些... 主... 你在那些工程... 所谓工作... 你的works 才会烧着的 如果你是... 即是... 用这种木和街这样来起的话呢 就会烧着的 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你连主也不相信呢 就不单止你工程烧着 你连自己也烧着 因为... 你是... 扔到火壶呢 是... 你自己烧着了的 是... 你碰到碰上帝的... 聖灵的火 就真的不太烧着了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你怎么都要经过一次火的了 不过呢... 那个火呢... 就问题是... 你有没有... 给耶稣基督的罪洗淨 洗淨了罪呢... 悶悶... 就是你的事工被烧的 最差都是... 你自己是没事的 因为自己却要得救嘛 不过是裸裸的啦 OK 好了... 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部分 好了... 另外呢... 我们就看到了... 继续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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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杰伯的细麻衣 这个细麻衣就是... 圣徒所行的义 英文的语本都是一样的 Restors of saints 不过呢... 原文是众素 你也要知道 原文是写众素 就是righteousnesses 没有of saints 这个字 是righteousnesses 那... 我们大家都知道 righteousness 只有一个人的 那个...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就在哪里显明出来呢? 就在耶稣基督那里显明出来 只有这样的 哪个行到... 哪个是义人 只有一个... 我说的不是圣经称呼的那个义人 我说的是绝对的义人 是全世界... 从古到今 只有一个人 只有二人 那个人呢... 就是... 叫做... the righteous... 对不起... the righteous one OK... 那... 他的行动... 他的行为呢... 就是righteousness 而... 他就是耶稣基督了 那... 那...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信主 而我们的行为出来呢... 记住... 我们的行为出来... 有一部分... 是属于... righteousness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刚刚看到了... 那个圣经... 刚才他说了... 就是我们是与... 这个... 上帝同工的... OK... 我们是与神同工... 那... 所以... 他与我们真的同工做的那部分呢... 就变成是righteousness... 那... 那... 当然我们不是只做一个工... 我们不是只做一种... 一种熟性的熟灵果子的... 是有很多... 不同熟性的熟灵果子的... 或者甚至是其他的... 奖励的... 那... 所以... 既然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时候呢... 那... 因为就神当中的嘛... 那... 有一部分的士工呢... 就会是... 神的士工了... 我们只是做... 执笔啊... 可能只是做... 帮手... 执头... 执尾尾... 那... 上帝就会当这个都是... 我们的士工了... 因为我们有份帮手... 那... 所以呢... 这些呢... 都算是righteousness... 都是公义... ok... 因为上帝有... 有份做的嘛... 那所以呢... 既然上帝有份做... 你又有份做... 那时候他就计算... 奖励你了... ok... ok... 那... 所以... 本来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righteousness... 我们穿的白袍... 就已经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买回来的... 那个... righteousness... 单数... 公义... 的义... 但是... 到我们信了主之后... 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心里... 去... 跟我们一起做功的时候... 而我们又愿意去... 跟耶稣基督一起做功的话... 所记得出来的熟灵果子... 就是属于... 我们的... righteousness... 即是righteousness... 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ok... 所以... 那件细麻衣... 就视乎... 首先我们知道... 那件细麻衣... 就白又白又干净的了... 当然啦... 那件细麻衣本身... 在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帮我们买回来的嘛... 但是... 喂... 这件细麻衣... 的质料... 那件... 有多好... 有多好... 怎样的呢... 是吧... 款式... 花款... 花纹... 怎样呢... 就是圣徒所行的... 看我们了... 即是... 我们... 是有些... 是... 有些... 是吧... 那... 还有... 细麻衣... 可能用其他的... 珠宝... 或者怎样... 黏上去... 額外的那些材料... 是吧... 加上去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呢... 就真的... 就视乎... 我们怎样服侍主了... OK... 但是... 如果是... 但是... 如果... 那我... 那刚刚信... 那怎么办呢... 初信就死了... 或者是临死前才信... 那怎么办呢... 那... 那没什么呢... 不要紧... 是... 那个... 细麻衣... 就真的... 只有耶稣基督那件... 白色... 唇的... 没有花纹... 白袍一件... OK... 你得够的... 不用怕... OK... 因为他说的... 你是... 什么都没有的... OK... 你之前... 信主前做的事... 全部烧光... 信主之后... 没有做过任何事为主... 但是不要紧... 全部都烧光... 对吧... 因为... 其实... 你是... 一信就死了... 你说... 或者是... 你临死前才信... 那也好... 那... 自己却要得救... OK... 你得救的... 不过这样... 如果你是信了一段时间...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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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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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紧紧到达... 那... 你之前做的所有事... 都不会见到果子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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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几年... 没有侍奉主... 没有做任何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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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那... 你... 是... 那... 原來上帝是不介意的 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你很富有 你有很多錢 那你就想住了 仍然很富有 那怎麼辦? 那就有空捐一下錢 你捐 你很富有 我不是說你住一個單位 不是,是 你是有幾間大廈 例如美國 或者其他歐洲、英國 有幾間大廈 是商業中心 你擁有的,收到手軟的 喂 上帝給你這麼多 你是奉獻了很多錢 那你就看了 你的心是什麼 上帝監察人心 原來你奉獻的原因 不是為了愛上帝 是為了避稅 這樣嗎? 避稅而已,這是屬世理由 你的意見 只是 人是不能夠 論斷人 所以尤其是這些意見 我們沒有證據的東西 我們是不能夠說你們的錯 不過 上帝可以 上帝可以知道 不是啊 你的意見 你的動機 只是為了避稅 你不是想為愛我 或者信這間教會服侍 都是你愛我 所以憑走出信心一步 不是啊 是避稅 避稅 你捐得多 免稅 那你捐得多的時候 免了那一部分的稅 你那個收入剛剛減 跌了一個巴 收你25% 一跌一個巴 便當20% 說你收了 給少了5%的稅 那你可能捐了幾百萬 但省回幾千萬 所以 你是這樣的原因的話 那上帝就燒了 這個工程就燒了 為什麼 那個行為 不是跟上帝一起做的 是你自己做 是掛上帝的名字來自己做 那這樣就燒了 OK 所以呢 有錢的有有錢的方法去為自己做事 沒有錢的有沒有錢的方法去為自己做事 OK 不過 上帝是知道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看看 究竟我們是 真的服侍主 OK 好 繼續 那 另外 他是高揚的婚取 即是婚禮 那 那我們就知道 一路之前都是在天堂上面 是不是 在天堂上面 所以呢 我們知道 在 首先 他們 我們知道 在從聖經裡面 我們是之後看到的 就是說 高揚婚禮在天堂上面舉行的 而不是在地上舉行的 這個婚禮 那個結婚的結婚 那個結婚禁曲 那個 那個 在天堂上面做的 OK 那 預備好自己了 即是審判審殺 你想想 二十幾三十億人 全部都經過火了 OK 全部要燒就燒了 要獎勵就獎勵 那當然有大陸人是燒了 OK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看到 歷時 將會 末月期再開始 既然是婚禁動物穴 對不對 那麼 歷時 一千年 之前已經說過了 那麼 這幾次 我們再一次印證 是明顯 在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前 因為 婚禮是在天上 不在地上 所以 不會有直升機的狀態 也不是下來才 分 唉 婚禮 婚禮在天上 而不在地上 所以 直升機的效應 是不合理的 OK 順家結婚 那會不會這麼疑心 辛婦預備自己 在基督的審判在前 即是在天上 在婚禮前 已經發生 即是先審一審 笑一笑 但那些垃圾東西 臨審不是你的東西 丟了他 OK 這些非常 這是非常用時間的事件 因為要審幾十億人 逐個逐個審 OK 所以用七年來審完 天上便用七年來審 算快 OK 接著 他就與他的愛郎 即是上帝 即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是一起從天而降 OK 那 救主就是新郎 因為他是上帝的羔羊 是去除或是背負世人的罪孽 約翰福音一章二十九節 婚禮在這個榮耀一刻 就包括了羔羊 即是基督 和新娘 即是新婦 即是教會 單數來的 問題就來了 這個 啟示錄六章到十八章的大災難期間 教會去了哪裡 想問得很好 就是在天上便 OK 因為教會在四章一節就被看 而地上發生這麼大災難的時候 竟然是沒有被講及 直到他在 他說在他已經準備好婚禮 在天上便的時候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四章一節就是上天 然後到第十九章 結婚才下來 OK 其實呢 當地上的人經歷上帝的審判的時候 新娘的教會 已經在天上被審判 或者叫做調查 因為 judgment這個字 可以是一個壞事 即是審判 也可以是一個好事 即是判斷 或者調查 即是中性詞 不算是好事 OK 所以呢 是一個翻譯 中文審判 即是一定是犯了事 但是調查 可以無罪釋放 甚至有獎勵做得對 這個是英文的judgment的意思 當然 兩者是真的差天共地 天與地的分別 是不是呢 林後五章十節說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 審判台前 顯露出來 不是說我們的顯靈 不是我們顯靈 是我們做的事要顯出來 叫各人按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 壽報呢 是沒有在原文那裡的 OK 是中文 因為那個文法的原因 因為要說 或善或惡 那怎麼辦 才行的 那麼他勾勾 中文就屈屈 屈屈 扣了個字 就叫做壽報 原文是沒有的 是 他必要在基督 那個判斷的台前 是將 我們為主做的事 是顯露出來 按住各人所行的 可以是善 也可以是惡 OK 那麼 那當然了 惡劇不就燒光了 剛才說了 你的捐獻給教會 原來是為了避稅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一個 得讚賞的行為 是一個惡的行為 在上帝來說 OK 那麼 臨後十一章二節又說了 我為你們的氣憤 憤恨 即是傻忌 原是屬神的憤恨 即是傻忌 不是憤怒 不是憤怒 是傻忌 是傻忌的意思 因為我們曾把你們 許配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 如同 精結的女童 獻及基督 其實呢 這段期間 我們稱為定婚期間 或者拍拖時間 這段期間 OK 他們在你上面 侍奉主的年期 簡單說 是對基督很多時候 都不忠的 即是 就會有一段 很受害的時間 有些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很多 但是一定有很多 一定有一些 起碼 就是說 信了耶穌 但是不敢跟別人說 信耶穌 或者是別人叫他拜祢 他就照拜 初初信的時候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信久了 他們都養成習慣 那就不用改正 對吧 所以 如果你照拜偶像 不要緊 上帝寬恕你 不過便會燒光 那些行為 那些動作 那些行為 不是很明顯 不是耶穌中喜歡 那便燒光 即是沒有獎賞 不過你會得久 不過有點糯米 由於我們是從悔改 重生的 或者悔改信主重生的 我們就許配了 或者定婚了與基督 一直去到受審 或者叫頒獎典禮 因為我們的審判 就是燒光 我們拿上來的垃圾 所以 剩下的獎賞 所以是頒獎典禮 而上帝的命令 我們要活出聖結 彼得慈善一章十六節 因此 雜眼之間 我們改變 即是被提的時候 馬上被提 上天之後 就婚前驗身 開始了 當然驗的是 我們對主的忠誠 和一切為主的作供 臨前三章十二節 即是剛才我所說的 什麼功 什麼料 金銀寶石 草木和街 都不是 因為 彼得慈善一章七字 是叫我 你的信心 記備思念 就比那被火 事念 仍能懷的金 更顯寶貴 不好意思 金 都不及你的信心 你對上帝有多有信心 有多信靠 對他的話語有多相信 還是你相信了 某些天家的說話 而不是上帝的說話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記不記得什麼時候顯現 被提的時候顯現 得著稱讚 榮耀 尊貴 而且 貼實羅尼加前書一章三節 他說 在神我們父面前 不住的紀念你們 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因盼望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所以信心的功夫 愛心的勞苦和盼望 就是盼望見到耶穌基督所和忍耐 都能夠經歷這個火 所以問題是你有多盼望 好的 貼實羅尼加後書一章三節 凡信信靠他人 就不必自羞愧 不會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各樣各式的徵兆 已經清楚地指出被提和和 之後的主降臨 的時候就到了 我們當期已經安排好了 教會的當期 新郎 就快會說 我在你身上找到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 有多麼傷心和羞愧 有多麼愚 我們不要不至於羞愧 上帝的疑慮 不要做失敗者 不要做羞愧者 或者叫做 OK 因為得聖地 和聖結的主 為聖結的主而活 OK 而準備分離的時候 每一位信徒都要著上他 在地上作主公的時候 天上準備為他的分譜 有人就會問 聖經 不是 對不起 聖經不是說信徒穿上基督的二波 對 你說得對 當然 在臨後五章二十一節 他說過 就是人最初怎樣變成基督徒的狀態 一信耶穌 天上就有個一件譜給你 準備了 OK 沒有了他的二 你就連天國也進不了 這個更嚴重 不過 我們面前的章子 聖徒所行的二 是聖徒的二 是眾數 剛才我講過 而不是單數 單數的二 是基督的救數計劃 他說成了 就是成了這個單數的二 OK 眾數的二 是要我們在地上 我們在地上的生命和所作所為 這個生命和行為 不是用來清義的 記住 因為記住 不是出於行為 清義不是出於行為 而是用來得獎賞的 OK 臨後五章十節 必要在基督的判斷的台前 顯露出來 或是或是 剛剛說了 臨前三章十三節 他說 他說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功 怎樣 臨前三章十四十五節 人在那根基上建造的功約 傳得住就要得獎賞 OK 人的功約燒了 就要虧損自己去得救 已經說了 雖然得救仗在火牆裡逃出來一樣 即是 好像被私房源救出來一樣 saved by fire by the skin of the teeth 這是英文的phrasing 即是說 僅僅得救 你們什麼都沒有了 在天上 這兩節就說明了 基督的新娘 即是教會 是準備分禮 即是羔羊的分禮當中 清楚那一名分袍是用信徒為 分袍是用信徒為愛他的基督 在地上所行的義 即是好行為 來造成的 這一幕臨 所以這一幕臨 這一幕臨到的時候 其實就很快了 可能這幾年了 OK 你到時會穿什麼呢 OK 你的分袍會像什麼呢 還是跟私房員一起刀 你被私房員救出來 不是私房員一起和你上天堂 好嗎 即是你什麼都沒有 火腸出來 所以呢 即是 你們記得要為基督而活 OK 給祂為給祂最好的 也是你的一切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的獎賞是大的 你的喜樂是滿足的 你在天國裏面是豐富的 比特侯書一章十一節 此樣 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 得以進入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的永遠的國 好了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之後 之後一節就會繼續